请九贤王殿下降罪 这两个人武功高强 非等贤之辈 吴侍卫以一敌二且伤其一 本王要嘉奖于你 吴依道 吴侍道 吴依秘制的金创药 不但能疗伤 还能输精活络 拿去 属下不敢 快点拿去 治好了伤口 还要你去捉拿那两名贼人 谢九王爷 这一颗穿过珍宝阁的窗户 打碎了士兵的门牙 这一颗刚好打中你的脉搏 如此治刚治阳的功夫实在是厉害 到底是什么人 属下已命人关闭了城门 并在城内逐一搜查 好 本王正有此意 不过 对这些人的身份不清楚的时候 你千万不能小看他们的实力 还有 明天我请御医来好好给你疗伤 不敢劳动大人 这可以知道 对方是用什么功夫 是什么来路 属下遵命 多谢张大人李大人 冒死将太俄剑偷回来 不过 你们历尽千辛万苦得来的剑 确实假的 好 没错 太俄古剑 来取天地之精华 铸成的神兵力气 当年 皇上献给宋贼时 我曾仔细地查看过 你们看 哎 费了半点劲 却偷了把假的 奇怪 皇上将宝剑供奉在珍宝阁 并且严加看管 周围机关重重 不可能有人将他调报过 不知是不是 那个狗皇帝 一直供奉的就是这兵假剑 这也说不通啊 后主进献的是真剑 没有调报 而且戒备三严 我和师兄这样的高手 都不能全身而退 恐怕没有人能够 不声不响地把他偷走 那真剑现在在哪儿呢 哎 对了 去年九贤王在祭祖大礼之后 奏请皇上 为他做了这把香兰宝石的剑锹 皇上十分高兴 难道说是他 不会 他拿着这把宝剑有什么用啊 难道 像咱们拿着他号令天下 光复南唐吗 九贤王位高权重 手段凶狠 出了这么大的事 朝廷一定惊动不小 还请二位大人即刻离开 关于太额剑之事 以后再议 好的 请记得订阅频道 请记得在影片下方 帮我们留言 按赞 分享 请不吝点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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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 请不吝点赞